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取消香港多方面特殊待遇 8月11日,美国国土安全部再发公告指 自9月25日起,在香港生产的商品出口至美国 需使用中国制造标签,不能标为香港制造 8月13日下午,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批评美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及国际间产地来源规则 与事实不符的一个单方面 并且是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之间 受着产地来源的规则 美国这种单方面的野蛮做法其实是无视的事实 也都会混淆了市场 也都会破坏了世界贸易组织 或者国际之间产地来源的一道规则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,我们是严厉谴责 和强烈反对的 邱腾华指出,去年香港出口到美国的 香港制造货品总值约37亿港元 占香港整体出口额不足0.1% 预料美国所谓新规,对香港工业制造影响不大 他强调,特区政府坚决反对美国的野蛮做法 香港以独立经济体作为世界贸易组织 是164个成员之一 是《一国两制》及《基本法》赋予香港的独特优势和特殊地位 香港产品具有自主性 这个正正反映出,这个就是在一国两制之下 香港是国家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纵然是国家的不可分改一部分 可以参加国际组织 商贸方面是有一个高度的自主性 而且也是一个独立关税,一个单独的关税地区 在这个范围里面,香港的产品贸易政策来说 我们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 这一点来说,也体现我们作为世界贸易组织 164个成员的其中一员 这个是香港是透过国家,透过一国两制 透过《基本法》给我们的一个原则 也都是符合国际上的规例 因为每一个独立关税地区 它就可以享有自己的产地来源 邱腾华表示 特区政府正研究和考虑维护自身利益可采取的行动 将持续关注有关情况 并与业界沟通 共同研究应对行为